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238章 从开始到现在 界鱼塔已经吞噬它 将近两亿极品零食了 而且 却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两亿极品零食 即使一些中土神州的 一流世家宗门 都不一定能够拿得出来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他还不知道 这介于它要吞噬多少 无敌洞 真的是个无敌洞 叶炫已经想放弃这玩意儿了 再这么下去 他怕是连土都吃不起 比羊一只盗兵还要恐怖 许久之后 叶炫离开了房间 他来到一间修炼室 这修炼室是拓跋宴的专用修炼室 非常安静 叶炫盘坐下来 将剑侠和剑都拿了出来 砸 此刻的他感觉自己整体有些杂 因为他对于自己的剑意 剑道修为 剑道心境 以及剑技都是有些模糊的 这种模糊 就是没有真正的赤头 而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静下心来 好好地认识一下自己 剑意 他决定先从剑意开始 他现在的剑意 分善念剑意和恶念剑意 善念剑意主手 恶念剑意主攻 善念剑意杀伤力不强 但是可化为守护盾 守护自身 而由善念剑意所化的护盾 相当于一件真皆上品灵器 可以说即使是欲法镜强者 也难以轻易破他的善念剑意 问题是 他现在的敌人 不是真万法镜 就是欲法镜 或者是真欲法镜 因此他这善念剑意 如果得不到提升 就会变得越来越鸡肋了 只是这个提升之法 他却是没有 反正只知道 当他要做好事时 这剑意就会比较强 恶念剑意 相比善念剑意 他更喜欢恶念剑意 因为恶念剑意主攻 杀伤力极强 可以说 这恶念剑意 至少提升他三成的战力 如果没有这恶念剑意 他想斩杀欲法镜 根本是不可能的 除此之外 这恶念剑意 具有一定的腐蚀性 一般东西与这剑意接触 会直接被淹灭 即使是欲法镜 也只能够勉强抵挡 除了剑意之外 就是剑士了 他现在是剑黄 一栋的借用天地之事 当然 在他看来 只借用少部分天地之事 如果真的能够借用 整个天地的事 他这一剑 怕是秒杀真欲法镜 都是不成问题 他只是刚刚触摸到这个门槛 离完全吃透 这个天地之事 还差得远 接下来是剑 他现在有两柄天结剑 七柄真结剑 其中一柄是真结上品 也就是灵秀剑 剑下的都是真结中品 以及真结下品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真结剑侠 而他能够在三剑内 斩杀一名玉法镜 这两柄天结剑 是功不可没的 可以说 这两柄天结剑 也至少提升 他三成的战力 再接下来 就是剑记了 一剑定生死 他目前只会这门剑记 而这门剑记 是他能够斩杀 玉法镜强者的 关键所在 如果没有这门剑记 单纯的剑翼和剑士 还有天结剑 是难以轻易斩杀 玉法镜强者的 想到这里 叶炫突然吓了一跳 因为他发现 自己的真实实力 其实是有些虚的 首先天结剑 至少提升他三成战力 而这天结剑属于外物 没了这天结剑 就意味着 他少了三成战斗力 也就是说 在一定程度上 他还是依赖这些外物 如果没有这天结剑 单纯靠灵袖剑 他也是难以轻易斩杀 以名玉法镜的 神兵利器固然好 但若过度依赖 可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而剑士 剑意 剑记 剑道之心 才是自己的根本 除此之外 他最大的底牌 毫无疑问 是借玉塔 催动一次借玉塔 连真玉法镜 都可轻易地斩杀 但却有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 催动一次 他自己会重伤昏迷 这个时候 他是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 第二 事后 借玉塔会关闭 需要大量极品灵石来恢复 而究竟需要多少 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个未知数 第三 催动借玉塔 可能会造成借玉塔 封印松动 最后这一个 是非常非常致命的 塔内究竟关了一些什么 他不是特别清楚 但有一点他很清楚 那就是这些都不是什么擅长 现在神秘女子不在的情况之下 如果封印松动 他肯定是没有活路的呀 所以 这个终极底牌 他根本不敢轻易地使用 当然 如果到了真要死的时候 他才不会管那么多呢 陪葬什么的 能拉一个是一个 收回思绪 叶玉右手拿起面前一把剑 下一刻 一股强大的剑势 则则则则冕荡而出 剑势 这是他自己的 转顺 剑之中 势突然爆炸 刹那之间 他周围地面 寸寸崩裂 整个修炼势 开始剧烈颤动起来 天地之势 这是戒势 是天地剑的 而此刻 两种势相容 唯利北层 神迹一瞬 夜宣手中剑突然飞出 一剑定生死 三种是自身的剑是天地之事 剑技之事 剑所过之处 空间都为之一阵阵击荡 而四周修炼室 更是开始寸寸崩塌 然后不断粉碎 直至成碎墨 这一剑已经超越了天界无际 片刻之后 夜宣右手一招 剑飞回她的手中 而此刻 她所处的这间能够住千人的修炼室 已经化作尘埃了 然而她却摇头 因为她感觉 这一剑还可以变得更强 三种是 她如果能够完美融合 这一剑之威还能提升不少 最重要的是 她还没加持恶念剑衣 练 继续练 夜宣正要再次出剑 这时一道声音自一旁传来 你是要毁了我这皇宫吗 夜宣侧头看去 来人正是拓跋雁 此刻的拓跋雁并没有穿着龙袍 而是一件简单的蛋黄长裙 长裙露出两边相间 中间正微字形 露出一抹雪白 若再往下几分 便是无边的纯色了 不得不说 拓跋雁是极美的 眉目如画 肌肤盛雪 特别是她久居上尉 自身带着一股王者的威严 这极容易引起男子的征服欲 拓跋雁走到夜宣面前 夜宣嗅到一股幽香 这股幽香不仅仅是单纯的香水味 还有一丝体香 加上她的穿着 显然 眼前的拓跋雁是刚刚沐浴过的 夜宣内心有些躁动 但是很快被她压下去 作为剑修 这点定理她还是有的 拓跋雁看了一眼四周 你做的 夜宣善笑了笑 抱歉啊 修炼过头了 忘了此地是何处 拓跋雁神色颇为的黯然 当日与你相见 你还是那般的弱 如今相见 我却也不是你的对手 夜宣笑的 当日我可是差点被你杀掉了 闻言 拓跋雁似是想到什么 脸色一下子红了起来 她因体质问题 自小便需要烈性春药 来镇压体质的觉醒 但是她没想到 那一天 感受到拓跋雁的情绪变化 夜宣自是也想到什么羞羞的画面 当下身体内那股躁动 再次又生了起来 一瞬间 场中气氛有些尴尬了 拓跋雁看了一眼夜宣 显然此刻 她也感受到夜宣的情绪变化 她低声一叹 轻轻拉开胸前丝带 一瞬间 衣物散落 她那洁白如玉的绝美身体 就那么暴露在夜宣的面前 夜宣愣了 做什么 头把眼看了一眼夜宣 你两次救我宁国 我无以为报 这具身体你若是喜欢 拿去便可 闻言 夜宣体内那股躁动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冷笑说 身体 我来救你宁国 你是觉得 我是为你身体而来吗 头把眼看着夜宣 没有说话 夜宣摇头 头把国主 你太小看我夜宣了 也罢 既然在你心中 我是这种人 我也不想再多说什么 保重 说完 她收起剑 转身离去 头把眼愣了愣 想要说什么 然而夜宣 却已经消失在不远处 她连忙换上一件长裙 追了出去 但是外面 已经没有了夜宣踪影 头把眼愣在原地 久久没有回过神来 夜宣离开皇宫之后 却并没有在宁国停留 而是出了城 准备寻找一个修炼之地 现在 她要将自己的恶念 剑意 剑势 剑禁 一剑定生死 全部完美地融合 简单来讲 她是要将这几样 做到极限 出了城之后 她扫了一眼四周 正要朝着远处山脉而去 这时 一名老者 突然出现在 她的面前 欲法镜 老者 冷冷盯着夜宣 我司徒家十名万发镜 一名真玉发镜 还有我司徒家主 他们现在在何处 夜宣沉默 老者沉上说 是不是你杀的 夜宣冷笑说 你觉得 我能杀掉他们吗 老者眉头皱起 你身后那位剑仙 夜宣淡上说 你觉得 一位剑仙 能杀他们 而且还是无声无息 文言 老者眉头皱得更深了 那不是你 又是谁 夜宣摇头 不敢说 说了 你也不会信 老者死死盯着夜宣 你若不说 我司徒家 必与你不死不休 夜宣沉胜说 说了也是死 不说也是死 不说 文言 老者双眼为明 是不是 护剑仰 夜宣脸色 勃然大变 什么护剑仰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没说 我 说到后面 他已经有些 语无伦次 而且是 一脸的惊恐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荆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见独尊 下集更精彩